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就是在奔跑吧兄弟的时候了 不过那个时候两人并不是一队的成员 而且当时陆寒和迪丽热巴一直是大家公认的CP 所以说呢谁也没有注意陆寒 但是现在再翻出来这档综艺 大家就会发现原来呀他们在一起早有预兆 其实那个时候陆寒的眼神就总是一直盯着关小彤 只是因为节目的剪辑 所以呢大家就看不到 在私下的时候陆寒也总是去找关小彤 而不是热巴 就连最后合影的时候陆寒也是要挨着关小彤 而且他在做什么陆寒都盯着 不得不说陆寒的占有欲还是非常强烈的 陆寒这种类型的男生 真的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男生了 不仅长相帅气 而且十分的专一 还有责任感 从他那么霸气的公开恋情来看 就知道了陆寒是非常有魄力的 原来两人在一起时早有预兆 你发现了吗 又是一年五四节 曾经的关小彤和陆寒 在五四晚会同台的时候 明显的还不熟 陆寒在关小彤身边好像是情窦初开的小男生 总拿眼睛偷偷瞄他 那腼腆又羞涩的笑 完美的暴露了陆寒的小心思 之后陆寒通过张一新 邀到了关小彤的微信 又在跑男家族的帮助下 追到了关小彤 关小彤的时候 大黑牛在评论里直呼 愿望达成 有意思的是 张一新曾经被采访 对关小彤的意向 张一新的回答是 感觉她是一个怎么撩 也撩不到的妹吧 不知道张一新看到陆寒 关小彤撩妹成功的时候 有没有为曾经对有陆寒军所折服呢 自从关小彤恋情之后 无论在任何场合 提到陆寒 关小彤总是一脸焦羞 但是呢 也绝不抗拒 但是只要有人质疑陆寒 他总是会毫不犹豫的 实力互补 在最新一期 王牌对王牌里 主持人沈涛问 提到小彤 第一个会想到谁 很显然 他们同时都想到了陆寒 但是呢 又都觉得不方便说 好在大张伟在旁边 递话解围 仙女 在问到关小彤身高的时候 吴磊有灵有整的 爆了出来 关小彤连忙解释 每次一见到吴磊 对方总是笑他一米八 其实自己呢 只有172.4 总说对方就记住了 这样一解释 就完美必闲了 还记得他有次上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爆的身高是170.几 看来他后来又涨高了 24岁生日的时候 陆寒亲切的称呼他 小怂 并请他不要再涨高了 再涨都要比陆寒还高了 后来睡衣谈话的环节 吴磊问关小彤 私下从不联系他 但是有一次 吴磊遭遇到了网络暴力 关小彤见到他了 马上安慰他 这就是关小彤可贵的地方 善良又实大体 明白自己身为公众人物 一言一行都容易被放大 但是呢 作为小时候的伙伴 又发自内心的关爱朋友 关小彤的生活相对简单 他也说 现在的朋友还是从前内心 吴磊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又合作过张艺谋的影 而且呢 形象很正面 不得不说 这一次邀请吴磊来 真的是很恰当了 关小彤呢 真实通透 和他的成长环境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小呢 他无论是拍哪部戏 妈妈都会始终跟着他 为了关小彤 妈妈也是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全心全意的守护 再加上爷爷是情书创始人 家里有一定的资源和地位 也没有遭遇潜规则的影响 关小彤说 自己特别胆小 长这么大 身边从来不缺人陪伴 连自己单独在街上走一段路 都会感到害怕 是那种 小时候父母保护过度 但是呢 又一直保护得很到位 没有过分溺爱 但是一直宠着长大的女孩 说是过着古时格格般的生活 已不为过 到了该谈恋爱的时候 又遇到了同时北京人 又帅又中的顶流小生 陆寒 两个人在拍甜蜜暴击的时候 就得到了关小彤父亲的认可 这是关小彤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恋爱 也把自己的荧幕初吻献给了陆寒 所以呢 很多人都说 陆寒死心塌地的爱她 就是因为她是娱乐圈最干净的女生 其实不管是纵观整个娱乐圈 还是我们身边的年轻女孩 能活得像关小彤这样的女生 真的是不多 自己有盐 有钱 又聪明 父母疼爱呵护 又是当孔小花 谈起恋爱也是一心一意 没有任何的绯闻和爱恨纠缠 只不过呢 还没有毕业的她 未来的婚恋之路 还长着 虽然未来还有很多的不确定 但是从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她 也曾面对过网络暴力 也经历过作品口碑不尽如人意 内心应该也比同龄人的女生要坚强 何况呢 她的家人也是她永远的坚强后盾 祝愿她能够一如既往 这么幸运 这么幸福 前几年 陆寒在参加一档节目的时候 跟硬彩儿聊天的时候 说到过自己的烦恼 那时候的她 烦恼来自于自己实在是太红 作为过来人 硬彩儿脱口一句 你想不红很简单 你可以找个女朋友试试 回过神来的陆寒 立马表示赞同 还让硬彩儿帮忙找女朋友 因为太红了 所以呢 想找女朋友脱点粉 这样的脑回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以前的陆寒确实是很红 红到发个微博 就可以创造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是娱乐圈之前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说她开创了流量时代 也一点都不为过 可是大家都知道 她的职业生涯的拐点 是从关宣跟关小彤的恋情 那一刻开始的 陆寒关宣恋情之后 微博当机了 算是最后一次证明 她身上聚焦的流量 能够并发出多大的能量 此后就是各路女友粉 宣布脱粉 从此之后 她身上的话题 就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热度了 她也算是从流量的顶峰 开始走下坡路 为什么一个正直巅峰的男艺人 会选择官宣自己的恋情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她不知道吗 娱乐圈大大小小的明星 谁谈跟恋爱 不是偷偷摸摸的呢 可是根据她自己说的 在关宣之前 是有想过这个问题的 可是那段时间 网上经常是有谣言说 自己其实隐魂了 对于这一点 自己无法忍受 所以为了辟谣 选择了官宣恋情 是不是很没有说服力呢 可是当这一切 都建立在自己想脱粉的基础上 是不是又很合理 娱乐圈关于明星们 今天谁分手了 明天谁又跟谁在一起了的八卦 何其之多 能够勇敢站出来 用铁针打破传门的又有几个呢 可是陆寒真的就这么做了 作为一个正当红的艺人 身边的公关团队肯定是不缺的 为什么这么叛逆的举动 最终会通过公关团队的一致通过 而变成现实呢 我们再来看看 陆寒官宣恋情之后得到了什么 跟官小彤在一起之后 确实对他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人气大不如从前不说 自身的商业价值也一降再降 一部上海堡垒 让他的演技被骂到体无完肤 粉丝掉的不是一般的多 可是那要怎么样呢 他跟官小彤在那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 已经走过了三年时光 说长不长 但是说短也不短了 至少两人之间感情稳定 他不想让女友受委屈 不隐瞒粉丝的爷们形象 算是立住了 直到现在 官小彤和陆寒之间的粉丝 依旧在网上 为他配不上自家偶像的话题争论不休 可是这些对他们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你们争你们的 他们的恩爱 大家一无所知 不管你们怎么黑 他们一家子呢 还是照常的在家做油条 除此之外 我们再根据现在的大环境来看 陆寒的决定到底是多么的明智 陆寒确实赶上了好时代 短短几年时间就让他名利商收 可是现在呢流量已经变成了演义词 在没有任何实力的情况下 流量已经不是通行症 而陆寒却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下 急流涌退了 如果他真的没有实力 以后再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了 那也没什么 毕竟呢 是被流量淘汰的 可不止他一个 可是假如有一天 他重新用实力站起来了呢 大家对他的赞誉 可能就是这种画风 他曾踏足山巅 也曾跌落谷底 看过风风雨雨之后 他依然是眉目如初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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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